第二个问题 真心切愿的求生习法 一不无量受金都嫌假惨 最后是不是连这一句佛号也是多远的 这一句佛号要到极乐世界 你才真正能求 不到极乐世界 这句佛号要放下了 那你就永远搞六道路鬼 这个道理要懂 经典作用在哪里呢 作用在破密语开悟 我们今天念这一方 我们的信心不肯起 还有疑惑 所以经典是帮助我们断依身心 如果你有真心切愿 那就可以不要经典 一句佛号就成功 如果你还有怀疑 你一定要读经 那我要问你要不要读经 你肯定要读经 为什么呢 因为你提出问题来问我 我就知道你信心 信愿不肯谢 所以你一定要读经 你不读经 你那句佛号也不好 真正这句佛号念好了 你不会到这来提问题了 好 嗯